小朋友们好,今天老师要教作业第48页里头的技能 仿利扩写句子 所谓的仿利扩写句子指的是照着利子把句子加长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女生的表情 她哈哈大小可是心里却想不行 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她呢? 我们可以用忍不住来形容她 她忍不住做什么呢? 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为什么呢? 咦?也许是这只可爱的小猫吧? 看到小猫有趣的动作 妹妹忍不住大笑起来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忍不住的例子 哥哥怎么了? 哥哥忍不住大哭起来 为什么呢? 也许她家中发生了一些令她非常伤心的事情吧 比如听到爸爸遇车祸的消息 哥哥忍不住大哭起来 接着我们来观察这位小男生的表情和心情如何呢? 她是不是很开心啊? 那么我们可以用信忠忠的形容词来形容她 所谓的信忠忠指的是 带着愉快的心情去做某件事情 比如信忠忠的跑回家 就好像放学啦 放学终身一霞 与其信忠忠的跑回家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信忠忠的例子 她信忠忠的做什么呢? 她信忠忠的收拾行李 为什么啊? 听到爸爸要带全家人出国旅行的消息 乐其兴忠忠的收拾行李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妈妈的表情如何呢? 妈妈很生气 好像发火一样 对吗? 那么我们可以用美好气的来形容她 美好气的瞪了她一眼 为什么呢? 弟弟太顽皮了 妈妈美好气的瞪了她一眼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美好气的骂了她一顿 伟命太懒惰了 妈妈美好气的骂了她一顿 接着我们来看这只小猫怎么了 你看她的心情七上八下的跳个不停 担心的不得了 那么我们可以用焦急的来形容她 焦急的笨蛋 外公一进手术室 妈妈就在走廊焦急的笨蛋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当我们很焦急的时候 是不是会一直流眼泪呢? 就好像焦急的走来走去 听到姐姐敬愿的消息 妈妈就在客厅里焦急的走来走去 接着我们来看这位小男孩 他拖着一个重重的东西 怎么拉也拉不动 那么我们可以用拖不动来形容他 拖不动什么呢? 拖不动受伤的狗 哥哥拖不动受伤的狗 只好找人来帮忙 接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哇 行李箱好重啊 爸爸也是一样拖不动 拖不动行李箱 那么爸爸怎么样? 爸爸拖不动行李箱 只好找妈妈来帮忙 好 今天老师所教的技能 你们都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了呢 请小朋友们去做作业的第48页 把这一页给完成哦 好 老师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聆听哦